在3.91年的漫长历史中 四族动物多次重返大洋 根据2018年的统计 至少超过60个四族动物的谱系 独立的重新入侵了水生生态系统 在这之中呢 苍龙和精类都相当的成功 他们两家 一个统治了晚白恶纪的大洋 另一个至今仍在顶峰 既然都成功了 苍龙和精类的选择是一样的吗 想成为大洋的霸主 有没有什么速成的秘诀呢 2022年8月22日 科学家们对比了这两大家族 在颅骨进化上的驱铜和限制 找到了一些线索 我们先来看苍龙的 苍龙家族在其演化历史的早期 分化为了三个平行的谱系 罗塞尔龙亚科 苍龙亚科 再加上更为基础的大洋龙亚科 这些早期的苍龙成员还比较弱 土伦期的罗塞尔龙 和特提斯龙的头骨都比较小 而且相对脆弱 这就使得呀 他们只能捕食较小的猎物 很快呢 苍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并且把势力扩张到了全球 晚期的三巨头 苍龙 青齿龙 还有海王龙 都成长为了顶级的劣势者 这些顶级杀手们 还可以粗分为两个生态位 青齿龙家族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些大型猎手演化出了 更健壮的鼻子和下颌骨 这会带他们撕咬猎物时 提供更高的抗压能力 在这些猎手之外呢 还有一大类是碎壳大师 这背后呢 主要是硬食性的苍龙成员 比如说球齿龙 相比于苍龙家族 早期下海的精类谱系呢 要稍微简单一些 最早的完全水生的精类动物 是古精类中的龙王精科 他们存在了700万年以上 然后才演化出了两个新的精类群 这就是存活到今天的 齿精类和虚精类 从分布上看 苍龙科和早期的精目动物 最终都实现了接近全球的分布 种群的多样化 以及显著的鲁齿差异 但是两家从一开始 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与苍龙科的同类动物相比 最早的完全水生的精类 它们的头骨很大 有很大面积的镍基 和坚固的牙齿 精类在演化的早期 就已经占据了类似于 大型掠尸型苍龙 和海王龙的生态位 古老的虚精成员 和龙王精差不多 它们有点长而薄的鼻子 和更小而且更窄的牙齿 这和精类冠犬的生态位 是有点像的 此时的虚精之中 也是有狠角色的 比如说 利齿虚精 斩扎克精 包括一些小型鲨鱼和精类 都是它们捕食的目标 相比较之下 早期的齿精 怎么有这么灵活 它们演化出了 一系列新的特征 这些特征 与更长的鼻部 和更小的牙齿有关 我们可以来实际看一下 齿精类成员的牙齿化石 这两颗牙齿 来自于著名的 沙齿山祖 这是渐心是晚期 到中心是中期 海洋猎手们的乐园 牙齿的主人 是齿精类名下的 海豚科的成员 这是最古老的 真海豚科成员 啃式海豚的牙齿 第一颗牙齿的牙幼稚 比较平滑 根部有大量的牙骨质沉积 从比例上看 大而且膨胀的根部 就会让它的牙关相形见出 这种形态 实际上有点类似于 卡尔福特巨头海豚 这是生活在加里兰州 卡尔福特族的一种 巨型短齿海豚 一般来说 卡尔福特巨头海豚的牙齿 是要比啃式海豚还要大的 但是这颗牙齿化石背后的 啃式海豚显然没有遵循传统 反而把自己养成了个 带有利齿的大家伙 相比较之下 另一颗啃式海豚的牙齿 虽然同样带着光滑的牙幼稚 但是形态就没有这么夸张了 这是个不太会整活的啃式海豚 其实 早期的齿晶和石齿晶 占据的形态比较狭窄 这种局面和精类的现状 就形成了比较有趣的对比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总结 整体来看 尽管表面上有相似之处 苍龙科和早期的精类动物 在头骨的生态学和形态学方面 表现出了不同的进化轨迹 最早的苍龙科是小型的低级的捕食者 它们迅速辐射到了一系列 不同的生态形态和生态位 相比之下 早期完全水生的精类动物 很可能都是大型略实性动物 并且表现出了 适应较小猎物的普遍进化的趋势 一个从小到大 另一个从头到小 然后再回归 这种演化路径上的差异 除了外在环境的影响 精类和苍龙的演化 还受到了内在系统发育的限制 这就使得它们在改造自身的同时 就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只有这样 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并预誉出可以登顶的大杀器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齿精类登顶的大杀器 巨石性抹香精的牙齿化石 这颗脚大而小弯正的牙齿 来自于南卡罗拉纳州 埃斯河盆利 它的主人是斯卡尔金属 这是一种已经灭绝的 抹香精超科的猎手 和利维坦精它们同属于巨石性抹香精 从这颗牙齿化石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齿精中的顶级猎手 和现代抹香精不同 斯卡尔金的牙齿 覆盖着一层非常厚的牙幼质涂层 牙齿适度弯曲 可以深深的扎入骨头 这些特征都表明 斯卡尔金的咬合力非常的强悍 它们并不像现在的抹香精一样 紧盯投足类 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大型海洋脊椎洞 其实从它们的牙齿损伤上 也可以看出来 斯卡尔金的凶残程度 它们一族的牙齿损伤 经常会表现出牙根纵裂的状态 这是咀嚼坚硬食物 或者在咬合时反复施加过大的力 才会造成的牙齿损伤 比如说斯卡尔金极有可能扮演了 现在虎精的角色 四处追逐各种大型的海洋哺乳动物 这个时代也是抹香精超科称霸的时代 离维坦精为代表的五大家族 已然崛起 巨石性抹香精即将均临海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